这小神兽们终于要归龙了 一开学这些可爱的小豆包就蒙太百出 昨天江苏省苏州市的小学一到三年级学生 正式的返校上课了 这是继12号小学四到六年级返校上课以后 苏州市小学全部恢复线下教学 复课的首日 阔别已久的校园对孩子们来说 既亲切又陌生 您看下面这个小男孩啊 竟然已经忘记自己的座位在哪了 这位在哪 挺开心的 他烦了在家里 两个上网课也弄不过来 我兴奋他也兴奋 很高兴啊 总算把小孩给投放到学校里去了 他大概六点半就起来了 然后就说怎么样开学了 然后昨天他也见到他的新的同学嘛 还见到他老师 都很高兴 同学一起哲职 还跟我同学一起那边做学生 还有跟同学一起写作业 但不在家里太难 昨天和前天都是按要求要做好核酸的 然后从今天开始呢 我们是每天会中午安排做核酸哪个孩子 他要求小朋友 他要求小朋友在被闭的室内全成佩戴好口罩 然后不要粘下来 因为在许位中间的时候也要全成佩戴好口罩 然后注意守护的消毒以及脱风卖气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